美中贸易战火一路延烧到新加坡 第十八届相隔里拉对话 5月31号至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 全球28个国家的国防首长 军方将领政界人士共举一堂 东道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致死时便表示 中国的成长改变了战略平衡 也转移了世界的经济重心 中国与其他国家都要做出调整 以适应新局势 李显龙的谈话试图替美中贸易战况款家 毕竟这两大国的互动关系 牵动着是全球未来的动向 国家的规则图替美中的规则图替美中的规则图替美中的规则图操作 但都是首次出席这场盛会的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夏纳汉 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可都不想示弱 双方隔空交火 火药味十足 魏凤和首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议 这也是中国在睽違八年后 再次派出国防部长出席 他表示也不犯我 也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谈到贸易战如此 谈到区域安全问题 主权问题更是强硬 第一 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 都不可能得逞 第二 任何干涉台湾问题的刑警 都注定失败 第三 任何的中国军队 决心意志的低谷 都极其危险 我们愿意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努力 争取和平的同意前进 但绝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 究竟是谁扰乱了南海平静 就在五月初 美日 印非等四国首次在南海实施联合军演 部地宣称是促进印太合作 一度引请中方注意 而在五月底 澳洲广告公司报导 澳洲皇家海军旗舰坎培拉号 在进行印太军演时 海军直升机飞行员 被中国海上民兵用雷射攻击 世界还在理清 大陆解放军也在敏感时间点上宣布军演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夏纳汉 暗批中国破坏了亚洲区域的和平稳定 大陆中央军委银河参谋部 副参谋长邵元宁则回击 是美国一再挑衅 美国平凡派舰机 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临近的海湖域 在南海开展高频度的抵径侦查 和针对性的军事演习 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 将对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国 军售34架监视无人机 可用在监视中国在南海的造导行为 今年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美中两国从贸易战 打到了南海问题 顺风相对将棘手难解的问题 再次摊在了全球的台上